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姨 我说 我说 我说怎么了 这是 这 这 这又不是取款机呀 您就是砸碎了 它也初步来钱呢 再说了 这桌子是我上周刚买的 你要是砸碎了 你还得赔我钱呢 我说 你是不是姓方啊 没错啊 你去年是入了我们的VIP的会员吧 还是VIP会员 你们承诺给我找一个新满意足的对方 我问一下 人呢 那对象哪去了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幸福顾问了 这是我的名片 张文音 我是姜小燕 姜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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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没有 没错 我们是代理国外中央大型部长 就跟我有没有英文名字 有必然的联系吗 咱们之间谈的是空调生意 有必要把这种毫不相关的话题 拓展到这种宽度和深度去进行探讨吗 请进 姜总 刚才收楼出的王经理打电话来催您交预定房子的定金 我知道了 跟她说 我这两天就去办 是这样 哥 我已经向医院担保了 这手术费呢 三天之内一定要交付 这手术费和住院费一共要七万 小丽是离了婚之后才知道得了肾炎的 她那吝啬的前夫一分钱都不肯借 我开个杂货店也凑不出这么多钱呢 你说小丽要当时跟了你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地步 那个没关系啊 治病要紧 这钱呢 我来想办法 牛皮它不是吹出来的 火车它不是退的 知道吗 我张文音 这块金牌红娘的名号 永远是惊得起考验的 知道吗 在我手上 没有成不了的姻缘 没有推销不出去的男女 知道吗 甭管你有多大能耐 至少我还是光棍 退钱 要不我告你们诈骗 诈骗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 你们就是骗了我 退钱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走我跟你去 找地方去理论去 有话好好说 别拉拉扯扯的 有话好好说行吗 有话好好说 我跟你说了半天 你听进去了吗 你听进去了吗 还说我们诈骗 就一百块钱 值得我们诈骗吗 看起来你人五人六的 我看你纯粹是来闹事的 至于吗 为了一百块钱 为了一百块钱 在女人面前 丢人现眼 你要是待着闲着 没事干 我就去包一一里 我一定说 你在公务场所 不尊重女人 你是寻衅滋事 知道吗 我就不信了 我不把你弄进去 待个十五天 我算对不起你 你别激动 咱们有话好好商量 美的你 你要是不好好承认错误 我跟你说你休想 出这门 好好好 我认错 对不起 对不起谁啊 对不起你 张文英女士 这才是叫讨论问题 解决问题的态度 好了 我这人哪 大人大量 既往不就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跟新兵契合的 谈谈你的婚姻大事 是吧 你要相信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潘哪 小杨啊 能不能借我七万块钱 干什么用啊 是这样 这个我 有一个 我今天去看房子去了 我准备再买套房 不 什么 你不满意咱们的房子 我准备啊 按揭再买一套 我没听错吧 你真要买房啊 我说你这妇产科医生 该去看看耳鼻后科 没听错 就是要再买一套房 江小梁同学啊 你说咱们住的这么大的房子 有必要再买一套房吗 咱是女儿 对吧 她早晚要嫁出去 顶多给她攒点家庄 不操心她的住房啊 咱要真要闲钱的 咱们就啊 全世界去环游多美啊 鼠目寸光 现在这房价都翻了多少倍了 你知道吗 这叫投资 一点高瞻远瞩的想法都没有 我说这个家的主人啊 你看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跟我商量 你把我的位置放在什么地方 得得得 打住啊 什么叫动不动就谈你在家里的位置 哎 我要是把你当祖先牌方式的供在那 你能庇护我们吗 什么事都跟你商量 跟你商量有什么用啊 你有钱吗 有钱又有钱的过法 没钱又没钱的过法 没钱就不要买房子啊 搞什么贷款啊 告诉你 今天我已经交了定金了 房也看好了 就等着签约办其他手续了 大胆的盼贼坐下 啥事 你看看这打扮 这感觉 你再看看这 氛围 这简直是充满了艺术浪漫的会面啊 差点十五岁呢 能行吗 这年龄不是个问题 你看看啊 人家二十八岁 跟八十二岁的 不一样恩爱吗 想想着吧还是别扭 那就不想了 来不及了人家就要到了 小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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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给你多次提过的 方建国先生 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请坐请坐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让二位久等了 我们也刚到 我说小刘啊 你想喝什么呀 看他吧 我随便 今天可没有随便二字啊 喝什么你就说 好啊 那就 那就 壁罗春的 壁罗春还便宜 壁罗春好喝 好好好 这样喝壁罗春啊 你看他一见面呢 就有共同的爱好了 就这样啊 我呢先去齐茶 顺便的办点事 你们两个呢 就好好地聊个透 好吧 就这样啊 不是我让服服 服服吗 我去我去 好好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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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都习惯了 每次他都是这一套 每次 他是我的幸福顾问 经常带着我相亲见面的 每次相亲 十次有八次 都是在茶馆 八次有八次都像今天这样 就是见了面就省人 那以后我恨你 我比全世界的人都恨你 别看你 你会后悔的 你怎么在这儿 董立的手术费 可是你做的担保 你可要趁着他们赶紧交上 人呐 人呢 走了 就聊了这么一会儿就走了 不合适 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啊 你看看人家年轻吧 又漂亮 性格又爽朗 再说人家还懂艺术 怎么就不合适啊 我觉得不是很好 那人有点那个 哪个呀 这是什么呀 胜利呀 不是胜利 人家好端端 那个梁家妇女怎么就二了 他喜欢周杰伦 周杰伦我也喜欢啊 你看人家小伙子唱歌唱得多好啊 不是 他愣能坐着飞机啊 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还得跑到台上索稳 这种事我可接受不了 我真看不出来 他还有这么大的热情啊 没关系 明天呢我再给你约一个 还约呀 我可是不希望 再有这种见面会了 我说你才见了几个你就不耐烦了 还少嘛 这几天见的 都快有一个班了 有比较才有间别吧 对不对 我是给你介绍对象啊 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 知道吗 这才是第一步啊 我的妈呀 好了好了 多大个事啊 今天就谈到这儿 明天我接着给你介绍 你要是再没有中意的 那好了 我张文音喝出去 嫁给你得了 这我可销售不起 那明天你还见不见啊 见见见见见 怎么样 老四爷吧 你今天戏有点过啊 不过啊 这对老婆好怎么都不为过 你跟我实话实说 你到底借钱干什么 情况是这样的 我跟你仔细汇报一下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啊 家里面急用钱 咱们这样啊 就是暂时地周转一下 他很快就会还给我们 我跟你说了咱们要买房 咱们也急需钱 你去替我借点钱 咱们也周转一下 你头一回跟我开口 你这个面子要给啊 还面子呢 连李子都没了 你说这年头 借钱出去的成孙子了 借钱的人呢成大爷了 五年前 你那个什么同学来的 借了一万块钱吧 到现在还了吗 没还 要的回来吗 这五年前的事情 还记得你小姐 那当然了 这都是穴的经验教训 再说了 他要想借钱的话 有本事 跟银行借钱 咱们又不是扶贫协会的 不借就不借嘛 七七八八说一堆什么东西 搞不懂 你这点哪 太不像个上海男人了 那你也不像一个 北方豪爽的女子 小姐 睡觉 这是谁偷拍的呀 我都登报了 老实交代 这老头 谁呀 不就是你那个VIP嘛 你不是在家休养了吗 我不是接过你的活吗 这个老头啊最初的说 太有脾气呢 好像很倔 结果呢我把它给震住了 看这照片 您俩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你竟瞎说你 你要真看得上 就趁着这机会 给自己某点福利 早点拿相 我哪有你那么大的魄力啊 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层杀 我对你超级有信心 再怎么说 咱也算是资深美女吧 以公务之变 以权谋私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合适啊 合适啊 合适 你那个金牌红娘的锦旗 真的是别人送来的 哎呦这还有假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今天又黄了呢 哎呦这相对相啊 其实大部分的 没有说是一下子 就能相上了 对吧 我这个老头啊 走了已经是七八年了吧 你说我不想的吗 我不念的吗 但是想的念的 还有什么用的 我都回不来了 所以让我呢就 开不出来找我 是不是啊 散散心 我找人说话呀 怎么了 我这个衣服有问题吗 你看看你看看 咱们俩这身衣服 是不是有点像情侣装 不是吧 我都没注意 快快快快 哎呦老方啊真是不好意思 把你给装成这样 哎呀 这又不怪你 小孩子冒冒失失的 这是常事 再说了 我这腰上啊有老伤 要不怎么这么不扛转呢 你没事就好 嗯 我没事 哎要不要通知你儿子 嗯别别别 他今天面试 我的身体啊 我心中有数 躺躺就好了 没事 江总 这是公司 最后一句招名人的简历 和笔事成绩 走公司几位 香港 好 现在可以开始 好的 您先把针呢给我拔了 等我上完厕所 我接着打行吗 您这阿姨可真逗 这老两口都能穿着情侣衫 满世界秀幸福呢 就不能替自己卧病载床的老伴 接接尿嘛 这尿盆就在床底下 用完了请清洗干净放回原处 我这还有事呢 我这儿还有事呢 别别别别 千万别 你是童男子啊 还知道害臊 我接好了啊 尿 要不人说了 活着哪能让尿憋死啊 你要是不让尿憋死你啊 那尿得对不起你了 尿啊 我这尿不出来呀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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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出来是吧 憋死你了 完了 完了 在哪呢 递过来 谢谢 谢谢你 今天呢 碰上了 别碰上我又管你 把节不保了 王头 你在美国学的这个专业 应该找工作在那儿非常容易 并且薪酬也会比国内高很多 你怎么会选择回国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父母就离异了 我跟着我母亲去了国外 毕业后 我在国外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 直到去年 我母亲去世了 我母亲去世之后 我改变了很多人生观 这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 父母在 不远游 所以我想回国 我想陪陪我父亲 希望在他有生之年 多尽点孝道 很好 粥熬好了 闻得香吧 好 病人哪 就得吃点粥 对身体好 好 这可是啊 广式的皮蛋瘦肉粥 老方同志啊 还看不出啊 你这脾气还挺大 你是不是还因为医院那件事耿耿于怀呢 我不都跟你说了 我没看见 你还在那难为情啊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 我跟你结了尿 你还委屈你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这个事不想活了是吧 行 来来我帮你来 我帮你从这儿跳下去 你以为你这是为了保持你真杰的英雄壮举啊 软蛋 从包 我鄙视你 我我喝粥还不行吗 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存折 存折怎么了 上面少了七万块钱 你说说清楚 少七万块钱 怎么可能啊 现在这个银行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 你看上次你存的一万八五 我存的七千你喝了 七万 少了七万啊 定有 怎么 知道这存折密码的只有你喝了 现在钱没了 你告诉我 钱上哪儿去了 想起来了 被我一个同事借走了 借走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钱是用来买房子的 对对对 小燕你还想起来吗 我上次跟你提起一个同事 要借钱 哪个同事啊 值得你这么赴汤蹈火的 你告诉我 是公的还是母的 你别这么说话 说了你也不认识 你呀就给我编吧 你们单位如果有一百个人 二百个人我都认识 哪个同事啊 叫什么名字啊 刘志 刘 刘志 能想到啊 真行啊 我真看不出来 你太不像上海人了 大方的把我的钱 说借出去就借出去了 这话讲的没有道理啊 有你的钱有我的钱 是国库的钱 是公款 你私私挪用公款 大海你没见我在厨房熬着药吗 电话想半天怎么不接啊 你姐来的 喂 姐 王华 帮我查个事 那 那我明天早上上班就帮你查 好不好 别着急啊 哎哎哎 别看了 整张破报纸发着服务 看了一晚上了 跟自己叫什么劲呢 不行 作为江家唯一的男人 我必须出面制止 这种丢人现眼的心情 行了行了 你们江家这两个女人 你能管得了谁啊 还是让你姐解决吧 这老婆不可太闹腾了 什么意思啊 我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买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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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送我 我跟你介绍对象都没说成了 你就 就破费啊 哎 其实我鞋有的是 您试试 这鞋呀 底子软 穿着舒服 你都不知道我多大脚 你就敢乱买啊 您是三十八码错不了 我看人脚码啊 还是挺准备 哎 挺合适 是吧 行了 那我就谢谢你了 哎呀 您别客气 哎呀 您为了我的事操了这么多心 我还没谢您呢 哎 这么着 哎 从今天起 我每天呢 给您送走餐 顺便给您做多饭 这得好事啊 哎呦 你还会做饭呢 别说做饭了 我还会做 做宴席呢 宴席 满汉全席啊 不不不不 满汉全席我做不了 八九十个菜 烧个鸡啊 蒸个鱼啊 小菜一点 哎呦 你怎么不早说呀 哎呦 我想啊 我想啊 哪位女士要是嫁给你啊 妈呀 简直是太要口服了 你是个厨子了 厨师 对 厨师 你肯定是个厨师 哎呦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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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这个角度 像不像江卫国 江晓杨的爸爸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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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 你腿怎么样了 我腿好了 谢谢你 早餐我也吃过了 你就准备相亲 我告诉你说 这个老太太对你有足够的了解 真的 真的 她很满意 真的 对你特别特别满意 她满意 我不一定满意 你还拽了你 人家条件不错的 那跟你比怎么样 见了面就知道了 你没说在哪儿啊 咖啡 A区十三桌 好好好 不见不散 先生 您好 请问是喝茶吗 请问A区十三号桌在哪儿 这边请 我听说您对我的感觉也不错 我对您的感觉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经验 您 您方便不方便把墨镜摘下来 这样您看着我更真实了 也能减少 我们之前的距离改 您说是不是 怎么是你啊 怎么就不能是我呢 不是我来相亲吗 我知道你是来相亲的 那你怎么来了 我也是来相亲的 你也相亲 我真是不信哪 能看出人的脚马 就看不出人的心哪 不是 我可告诉你 今天不是愚人节 方先生 你跟我来相亲 怎么就这么不说 我如今也是一个资深的美女 你是挺资深 可这不是弄着玩的呀这个 不就是相个亲吗 至于这样受重若惊 我是惊着了 我觉得我现在 需要的是 受效求心丸 ığın kills 喜欢 你看 可惜 别激动了 这是在医院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这件事 我今天非给她搬水 清除不可 别管 姐 姐 她这也没什么问题 嘱咐她按时吃药 好吧 好 去吧 来 请坐 林勇 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居然跟那个女人 还藕断四连 哪个女人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不清楚 董立 晓阳啊 这个 你看多少年前 成这么烂骨子的事 咱就不提了 对吧 谁还没有过去呢 再说 你以前结婚之前 也有好几个男朋友 对吧 你少给我扯的没完 要不是家里丢了七万块钱 打死你 我也不会提到她的 你居然为了给你的老乡好钱 而偷家里的钱 你真是精神可嘉 值得敬佩 小阳不能说是偷 你看她治病 她是一个要紧的事 她要不是你的老乡好 你会偷钱给她治病吗 你们医院的病患 需要借钱 需要帮助的人多了 你怎么不借呀 我没法跟你共同 狗男女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狗男女 叶勇 打呀 你打 真是长本事了 居然为你以前的老乡好 敢向我挥拳头 江先生你就是个神经病 我告诉你 是 我免许是个神经病 你呢 你是精神出轨 通过这件事情 我明白了你是什么人 自私 自私头顶 我自私 你这叫什么国际啊 你跟谁是两口子 你跟谁是一家子 好了 我现在多一个字 都不想跟你说 你呀 好好准备一下 我要跟你离婚 你呢 看什么呢你啊 你还是看看我吧 你看怎么样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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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吧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啊 咱真拍啊 当然了 年轻时候没捞着呢 老了老了 得实现咱们的理想啊 对吧 往那边 好看吗 看 这有搂胳膊 有搂背的 我不习惯 有什么不习惯的 是我搂又不是你搂 说您轻轻搂一下阿姨 你好 还是上你稍微补下妆来 阿姨您真上相啊 您经常拍照吗 是吗 我呀 这辈子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照相 叔叔阿姨你们二老结婚多少年了 我们是新婚哪 恭喜恭喜 阿姨咱继续拍了 好 阿姨靠近一点 叔叔打过来一遍 好好 不动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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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一句话好不好啊 你这个 你生什么气呀 你看 喂 姐 我刚才碰着王阿姨呢 听她说啊 老妈跟那个厨子拍结婚照去了 什么厨子啊 什么结婚照 就是前些日子 报纸上登出照片那个厨子啊 你说 你说咱们怎么 摊上这么个老妈啊 现在这年龄搞什么闪婚呢 姐 你说怎么办啊 行了行了 马上去妈那儿 小杨 杨 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 父母再婚都是常见的事情 你就不用 你闭嘴 我就受不了你这副拍马屁的碎脸 我告诉你 她快不是你妈了 你再拍马屁也没用 好了 文音啊 今天我就不进去了 你回去好好休息 你不是说要给我做好吃的吗 以后结了婚 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再说了 没结婚 我总往你这儿跑 不好吧 好吧 这结婚照都照了啊 这就等于是订婚了 知道吗 进去 好好好 那这儿 我到菜市场 想买点青菜 你先回去吧 行 那我在家等了啊 好 你进去吧 这门怎么开着呀 小杨啊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怎么了 你去哪儿了 哪儿没去啊 张文音同志 这可不是你的一贯作风啊 我真要跟你说这事呢 我跟那老方啊 出去照结婚照去 怎么了 这就对了 这才是我印象当中 那个敢作敢当的张文音 不许你跟妈妈这么说话 张文音 你像是敢作敢当吗 您还没高兴地忘了自己是有儿女的 那好 我也实话跟您说 我们不同意您跟那老头子结婚 你们 你们 指的是谁呀 凭什么要管我的事儿 我 你唯一的女儿江晓杨 代表你的宝贝儿子江大海 代表你的宝贝儿子江大海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是不是你跟江晓杨讲的 对 就是我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看你看你讲话的口气啊 还真是 难怪你们是闺蜜啊 这说话的方式一模一样 姐夫 不是我说你 你这件事做得也太不讲究了 姐有哪点不好啊 你为啥还要吃着碗里的 垫着锅里的 王华你不要冤枉我啊 这个事情我得跟你讲清楚啊 是这样的 这个董黎的丈夫啊 前几年就知道她得了肾病 就离她而去了 而且她又下岗了 没有工资来源 这不就等死了吗 而且病是越来越重 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啊 那你这情况是有点特殊 那你跟江晓杨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这江晓杨的脾气秉性 你不晓得 再说董黎是我的初恋情人 这这话讲不清楚啊 那你就偷人家的钱 去助人为乐呀 什么话 自己的钱这不叫偷啊 去哪里 坐下来 你们可先 老婆 你可不可以 或者是 说几天 我家在的店里 我家在链艇里面 好了 我知道了 那这样好不好啊 你让大海替我找着老太太 讲一讲这个事情 好吧 你俩闹到今天这一步了 我看我以后啊 也不用替你们再保密了 不过我家那位你也知道 从小就被这两个强势女人管制着 到现在她还像个孩子似的 没长大呢 其实我跟她说这件事 你以为她敢违背她姐的意愿 替你去找她妈帮忙吗 我是不相信啊 别瞎琢磨了 这件事还得你亲自出马 妈不是总口口声声地说 一个女婿半个儿吗 你都是她儿子了 她还能不帮你啊 我知道啊 您心里头怀念我爸 可您也不能找个替代品吧 怎么说呢 反正我觉得我跟这老方吧 产生感情 我过来陪您住 您不就一个人生活得觉得寂寞 这么大一个房子自己住得冷清 我张文音哪 一向行的事 牵线打巧的事 不做那毁林拆庙的事 再说了 你要是搬过来了 林勇怎么办呢 我才不管她什么想法呢 您就更有必要关心了 再说了 用不了多久 她就跟咱俩没关系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要不这样吧 您既然认为 这老头不错 我 同意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 我认为 同意我结婚了 修正注意 纠正一下 我不是同意你们俩结婚了 是同意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 住在一起 那算怎么回事 非法同居啊 那我不敢了 这有什么关系 不成 那我得让人家邻居啊 戳几两股了 不敢 其实我也不赞成同居 可是考虑到 生活中出现了具体问题 我只好出此下策 什么具体问题 首先 是这套房子 这是我爸单位 按照我爸级别 分配给咱们住的 没有产权 只有使用权 我爸一去世 您作为他的遗孀 当然可以继续住下去 可是如果您一旦再婚呢 您是否还有权利 继续享受 我爸这个福利待遇呢 那有什么呀 你就住着吧 那恒事不能把我赶出去吧 您说如果您不再婚的话 这房子顺理成章的归您 可如果您再婚呢 别人肯定逼着您腾房 别人也想缠为己有 对不对 人家那老方啊 他不会算计这个房子 好 就算他不会 他还有子女吧 两个陌生的家庭 突然变成一家人了 你觉得能相处好吗 才怪 出好了那是天方夜谭 妈 我跟您说啊 为了我爸这套房 为了您 我跟大海 是坚决不同意您再婚的 为国家 那户层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咱们没商量 小杨 我先走了 别别别别 走别走别走 来来来 我介绍一下啊 这我女儿 你好 江小杨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我的老伴 方建国先生 小杨 你至于说是 想叫叔叔呢 还是叫爸爸呢 你说什么 您竟然想让我叫他爸爸 你们睁开眼睛看看 这上面挂着的 才是我江小杨的爸爸 他算谁啊 自己家里没孩子啊 舔着脸跑到别人家里 要给人家当爸爸 我说小杨 你太过分了 我没过分 过分的是您 都这把岁数了 不知道到哪儿 找来一个陌生的男人 进到家里来 就逼着我叫他爸爸 我要是敢叫 他敢答应吗 还有您 知道不知道 破坏别人家庭和谐 是可耻的呀 还站在这儿干嘛呀 还不赶紧走 你 你走什么呀走 滚了 江小杨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家 你要想撒婆撒爷 上外头去 你给我滚 滚 我凭什么滚呢 这是我爸的房子 也是我的家 要是滚的话 你让那个替身 出去 滚 滚 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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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在那儿去做嘉义的 你来干什么 来看热闹是不是 这让你高兴了是吧 接亲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给我滚 久多远滚多远 我不想能见到你 赵小杨 你别像疯狗一样 你见一个咬一个 她是我女婿 她是你丈夫 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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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车给我 你发什么火 走开 老爸把拖鞋换去 别叫我老婆 拖我的钱给别的野女人花 不好意思叫我老婆 我 你拖钱啊 你是受过高等教育 你是有素质的人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 你这么恶心的事都干了 还挑我说话的理呢 岂有此理呢 向阳 你是 你说你这个人啊 这个真是 你对我怎么都可不能忍耐 可是刚才在家里 原来你对你妈 确实有点过度 我都看不下去 好啊 从现在起 你不必要再忍耐我 你也用不着看我 地板兵 文艳 我看我们最近哪 还是不要见面为好 那我说老婆 你怎么了 想反悔啊 我们可是拍了结婚照了 不不不不 我倒不是反悔 我是担心你的孩子们不同意 让你为难 我不为难哪 这结婚是咱俩的事 谁能管得了咱俩的事啊 跟别人有什么关键 可是 你放心 其实呢 这小杨离婚的事呢 我已经提醒过他们了 过几天咱们就把这证领了 结婚的事咱们可以了 慢慢地 抽干 是不是太急了 我觉得这事还应该再缓缓 是啊 这婚礼呢咱们缓缓 就是先领证嘛 我还是觉得 应该留一点时间 先解决 你和孩子们的矛盾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说服他们 没人改变得了我所决定的事 不过 我觉得这事啊 还真的不能着急 得给他们时间 你不急吗 我 我着急也没用啊 再缓缓吧 我能等 真快 我谢谢你啊 我就不信我说服不了他们 收拾不了这几个捣蛋鬼 让他们放马过来 对 兵来将当 水来吐吞嘛 对呀 见招不拆招 乱拳打死 老实我 你说话可真有意思 当然了 我是谁啊 妈真逼着姐管她叫爸爸了 你没见识当时那情景 特可怕 我可不愿意进去烫那浑水 所以就赶紧溜了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啊 我姐能破裂 我可从来没敢跟我妈 那么说过话 那 你总得有个态度 我当然不同意了 对了 我明天必须去找我妈 表面又不同意她再婚的态度 你觉得那能管用吗 当然管用了 我妈一直都挺在意我的态度的 毕竟我是江家唯一的男人嘛 但愿如此 爸 你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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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涛 这些天 你这个新公司怎么样了 这些天哪 可开眼了 我的顶头上嗓 是个绝对的淑女 老板很年轻 不是淑女 是淑女 成熟女性 爸 你是没见着 她在公司行事那法 那气场 绝对任何人都挡不住 按我觉得呀 跟李强人 一般都不好接触 你工作当工了 要多加小心 爸 你怎么了 我现在呀 又不想再婚了 我总觉得呀 再婚也不一定幸福愉快 来 明天就出院了 很快嘛 那 那你伤口恢复得怎么样 好 不要讲这种客气话啊 只要她健健康康的 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这比什么都好 好 再见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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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不开门用 江总 我有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既然你自己都认为不该问 那就没必要问了 我不喜欢自己的员工 废话太多 但我还是想问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想问 我为什么在面试了你之后 就没有见其他两个人 直接聘用你了 是的 这的确是我的疑问 那好 我告诉你 因为我觉得你适合我们公司 我没有精力 也没有时间 去判定你们三个人当中 谁是最优秀的 既然你适合 就聘用你了 所以我也不想浪费时间 借其他两个人 我解答你疑问了吗 明白了 我做任何事情 都不喜欢跟人解释 我希望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下不为例 你可以出去了 哎呀 离婚 那天哪 晓阳那种无力取闹 你真的别往心里去 别脾气鬼脾气 怎么能随便提出来离婚呢 是不是 妈 您都知道这事 我就不隐瞒您了 我如实地跟你汇报啊 这确实是我不对 我背着晓阳 拿了家里的七万块钱 拿钱干什么呀 给一个朋友交手术费 哦 是男的女的 女的 是我初恋女朋友 你看 难怪呢 晓阳不吃你这个醋 才叫怪了 我好多年都跟她没有联系 事情是这样的 她姐带着她去医院看病 那我就碰上了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 可是 我知道他们家里的情况以后啊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帮她 虽然说很久很久不联系了 但是还是有这份感情的 是不是 当然现在都不是了 各顾各的了 你跟晓阳不是也不错吗 是不是 但是呢 人家有难了 可以帮助她 对吧 可以理解 哎呀 妈您不知道 她下岗了 你看又得了这种病 她丈夫知道以后 我把她给抛弃了 离婚了 她姐为了这个事情呢 急着头发一巴一巴的掉 所以我就 这个事情呢 你可以跟晓阳啊 好好地去说 晓阳 平常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嘛 也可以理解你 对不对 坎率嘛 你这个人就是个那么老实的人 只有你才能面对 晓阳占一个距离 真是不容易啊你哟 哎哎哎 别哭 我想问你啊 就那天你在我那的时候 你有没有 看见我那个 刚刚相识的那个老头 你感觉他怎么样 我没注意 妈你看那天啊 那个小杨闹成那个样 我光顾着他了我 不过妈 我作为晚辈啊 我表个态 您放心 我坚决支持你 您的审美错不了 你不反对 不反对 你支持妈 你支持 走了 谢谢 妈 妈出了这么大的事 咱们姐弟几人哪 必须联合起来 表明咱们的立场和态度 是啊 也真不知道妈是怎么想的 她也不考虑考虑外界影响 你也不动脑子 妈是考虑外界影响的人吗 她但非有一点考虑 她都不会这么大摇大摆的 去拍那个婚纱照 车道符合她一贯作风 我说王皇 你也说说 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没好办法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江家的儿媳妇吧 别整天摆出一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要不这样吧 派你去跟妈谈判 姐 你这不是要我的命的吗 我本来就是不生孩子 孩子的儿媳妇 还跟你管妈的事啊 你见妈就这么说 你说她要是敢结婚 你这辈子就不要孩子了 我非常地诚恳地 来 给我捏捏酒 好吧 你看呢 我非常地诚恳地把 从头到尾所有的经过 都跟你讲了一遍 我是希望呢 这件事情的 你能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呢 这件事情就算了了 好吧 林 你想得倒霉 你说算了就算了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 我跟你没完 江晓阳 怎么还没完没了啊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这闹来闹去干什么 你跟我闹也就罢了 你说在你妈妈家跟你妈妈演闹 我告诉你 我妈的事情你不要乱唱 闲吃萝卜你蛋操心呢 我是她女婿 我还跟你说 我跟王华和大海已经打成共识了 从今往后 我妈的事情 我们江家人做主 用不着你个外星人插嘴 狂妄自打目中无忍 蛮不将你独断转心 还有吗 接着说 自以为是 野蛮挫暴 欺人太甚 横行八道 把你那点文学底润都亮出来 接着说 我查查字典 打中 我 只想跟你说四个字 席二公天 我要离婚 这种玩笑不好开啊 我是狠身真的人啊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嘛 您看 您儿媳妇多孝顺 孝顺 你们都孝顺 爸 虽然爸去世得早 但是您还有一儿一女啊 还有儿媳妇 还有姑爷 我们都尊重您 孝敬您 这一家的人在一起 其乐容容多好啊 那好多邻居啊 都羡慕您哪 你看话里有话呀 妈 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听说你跟那老头搞对象 现在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 那这耳朵根还挺长的 说得动静还挺大 听说那老头是个厨子 您还没清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也该有个发言权吧 想要发言权呢 你得了解情况之后 再去发言 妈 那该了解的 我都了解清楚了 您也不想想 您是谁呀 下架给这么一个 粗了吧唧的厨子 那我爸地下有知 他还不得笑话您 没眼光 没品位 还不得怪我和我姐 说我没把您照顾好 让您受这种委屈 你可别拿你爸爸来吓唬我 我死后啊 我呢 主动地跟你爸爸交代 他会理解的呀 那您就考虑考虑 是要儿子还是要他 毕竟我是江家唯一的男人 夫子从子 您懂吗 你敢跟你老娘这么顶牛叫板 你什么意思啊 你有本事别叫我爸呀 别吃我做的饭哪 你走 走 烦死我了 我懒得看见你 是不是江晓阳让你来的 这根本就不关我姐的事 是我自己的笑话 是你自己的想法 哎呦 连你这老话 都是你姐姐给你选的 还是自己的想法 我想你这辈子 都不会有什么想法 骗谁呢 我懒得 您别生气了啊 你少说我 走啊 还站着干什么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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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妈 您别生气了 这一定是江晓阳教授的 老虎不发胃 她当我是病猫呢 江晓阳 我是你妈 听清楚啊 我告诉你 我这个婚事结定了 你少拿这个江大海来跟我玩 断绝母子关系的游戏 我不怕 别吓唬我 你有本事可以不叫我是妈妈呀 你可以走啊 我一个我都不稀罕 真的是不稀罕 就这样 吃饭 你走 进去 老虎 那个那个 我今天就不进去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孩子们上班 不在家 我还是不去 怕什么呀 我倒不是怕 我就是觉得 反正这照片我是拿不动啊 你看着办吧 这小小姐 你会怎么这么做 你才能把你吃饭 我已经吃饭了 你得吃饭了 你不得了 你把我放上了 我拿到你 你吃饭了 我把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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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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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你怎么回事啊 我 我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个婚是没法结了 出什么事了 你问我呢 你问你自己吧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让你进我家 你就是不进去 那人家不是有顾虑吗 顾虑什么呀 我爸去你们家 再遇上你们孩子 遇上就遇上了 他们是老虎啊 能吃你啊 我告诉你 我那些孩子们 都是孝顺的孩子 都听我的 你怕什么呀 不是 上次不是闹得挺不愉快的吗 我怕去了再给你添麻烦 上次那是意外 下次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真的 你不信啊 不信 依旧现在跟我回去 我把几个孩子都叫过来 看他们怎么说 我信 我能不相信你吗 好啊 你当他们面 试试 看看他们 能不能给你消除顾虑 听了你的话 我已经没有顾虑了 今天就不去了 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坐下 老房啊 我看你这个人哪 什么都好 就是胆子小 等以后结婚了 你得把你这毛病改 哎 我知道了 我这个人哪 可是旷風大量的 今天这个事呢 我就不会跟你结交了 要是下次你再这样 我跟你说 我一定跟你是 一拍两三 没下次了 我改 啊 我就爱吃粉 哎呦 我说王华 你这吃的也太清淡了吧 当心营养不够啊 我吃中药呢 忌口 姐 嗯 这回你真要离婚啊 当然 谁说话 怎么会这样呢 我要知道有这个结果的话 我就不该把林荣 给别人垫手术费的事告诉你 你要是知情不报的话 对家喻等 你知道吗 你弄得我精神负担很重 如果你俩真是因为这个事离婚的话 那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 而且妈知道了 非恨死我不可能 你没必要有心理不担 林荣偷我钱的事 我已经告诉妈了 你告诉妈 她也不会同意你离婚的 这事啊 理由不得她 你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 整天张嘴闭嘴 离婚离婚的 咱们这个年龄的女人 离不起婚呢 一听你的腔调就是一个小女的心 咱们这个年龄的女人怎么了 更应该对自己好 更应该爱自己 我告诉你 如果能够摆脱 枯燥乏味的生活 我江小阳不怕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行 我倒要看看你离开林荣以后 到哪儿去找比她更好的男人 找不着比她好的 找一个比她差的东西了吧 只要我认为好就行 恭喜我家老爷子找到了第二春 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第二春 爸 赶紧结婚吧 结婚 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既然在一块挺好的 还有什么顾忌啊 可人家的儿女 不一定这么想 您是和张爱结婚 又不是和她家里人结婚 可是 我跟她结了婚 肯定得跟她的女儿相处吧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子 本来想和她呀 过上好日子 可是 遇上这么一个女儿 一天到晚的出花样 我可伺候不起 什么来头啊 这么嚣张 还敢阻挠父母的婚事啊 来来来来来 小阳 你可来了 来 净水果 妈妈呀早上 买了点新鲜的 你尝尝 可甜呢 不领球啊 是啊 妈妈那天呢 是表现得不太好 对不起啊 真对不起 行了妈 您呢永远是犯错比认错快 我能跟您计较吗 实际上您是我妈的 我呀原谅您了 哎呀 这就对了 您哪 打人有工 看我给您买了什么 穿上试试啊 我不想试 这可是您最喜欢的那种 叫什么三宅一生 您看看 穿上去可显瘦了 真的 来 试试 给 先穿这件 我是你这个牌子 是挺漂亮 但是无视 我说你啊 你是无视献殷勤 必有阴谋 我还有阴谋 女儿想给老妈买件衣服 就成收买了 您真行 你一掘屁股 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你看啊你为了阻止我再换 你让你弟弟姜大海 这样一个面瓜一样的人 派遣到我这儿来 你教唆他 说尽了狠话 你这不是存心让我死吗 妈 大海是您的亲儿子 我是您的亲闺女 我们说什么做什么 都是为您好 别等哪天啊 你把自己给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呢 我智商有那么低吗 我是谁啊 哎呀妈 您就给我穿上试试 让我看看 肯定特漂亮 干嘛你把我衣服 我说我不要不要不要 那您要什么 我给您办去 我 我就是要跟冯建国结婚 就是想跟他结婚 这小头子 明明知道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 还敢跟您提结婚的事啊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 经过那天的事 这老头子 还敢这样顶风作案 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么一般见识的人 而且特别理解我目前的处境 他还说了 他要等我 不知道 都七老八十了 还觉得自己行情挺好 招人带景是吧 说什么呢 你妈妈我张伟一哪有这些年 走到哪儿不受婚姻啊 还要喜欢我的人多着呢 那您这生活不寂寞呀 不寂寞 不过 他不一样了吗 怎么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不一样了 这两回事 反正不管怎么着 我要跟他结婚 另外 我就是不许你离婚 有您这么霸道的吗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不想跟你吵架啊 我去做饭去 欠欠屁 这啊跟那个周官和百姓 不是一回事 你别说 我这结婚一定是一件好事 而你的离婚一定是一件坏事 我告诉你 怎么您结婚您认为是件好事 我们认为是件坏事 可我离婚我认为是件好事 你认为是件坏事 咱们两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尿不到一壶去 你少跟我绕圈子 我告诉你 只要我张文音再一天啊 你就休想离婚 了得了你的秩序 妈 您是不知道 她干的那些事 我都调查过了 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吗 这钱都出去了 能回来吗 再说了你因为这钱的事离婚 值得吗 不值得 再说损失就太大了 所以说这婚必须离 要不然钱就白花了 这叫做花钱买教训 我说你江小阳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太固执了 是不是 霓传 再说了 离婚是我自己的事 犯不着听别人 我说 你越来越不像话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你妈妈呀 你说你不听妈妈的 听谁的 听妈妈的 再说了啊 你看你们家林勇啊 她人不错 你看啊 比起那社会上那些 花了胡哨的男人 真的好得不知道多少倍 老妈 我跟您说吧 我们俩呢 是貌合神理 真的是过不下去了 当人一套 被人一套 大半夜睡着觉呢 能跑出去接电话去 你说夫妻之间 这正常吗 是啊 是不正常 要是我不结婚 你是不是就不离婚了 我说妈 您这又出什么妖蛾子呢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就像你说的那样 老方呢搬进来 而我不跟他结婚 你是不是就不离婚 您这个主意 倒真是有点吸引力 可你这是非法同居啊 犯法的 你别吓唬我 你就告诉我 你同意不同意 这个嘛 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我去做饭去了 我给你做好吃的 是不是 你看我的手 来干杯 姐 你就别再喝了 我送你回家吧 姐夫在家都在等着急了 别跟我提他好不好 烦不烦呢 要做你自己做 我看 那姐夫对你很好 那姐夫人也不错啊 我认为婚姻就得有爱情 没有爱情的婚姻 就索性让他死亡 没必要存在 姐 我可真佩服你 你可太有思想太有勇气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反正我不行 人生百年 贪局一挥间 我就不能让自己受了委屈 就是不能受委屈 干杯 可是我跟姐夫关系很好 你们这要是离了婚 那他得多可怜 我说啊 你这个臭小子 屁股坐到哪边去了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这手心手味都是肉 你们让我怎么办 行了 你放心吧 我跟老妈呀 达成了一个协议 她不再婚 我呢 就不离婚 放心了吧 真的 老妈同意不结婚了 协议是老太太自己提出来的 我真没想到 我这个离婚啊 反而成了阻止她再婚的 有力武器了 干杯 小杨 你起来了 你看看我给你买什么吃的了 刚出炉的 排了半天的就是 那个 你泡好它 就就一块吃了啊 趁热吃 我给你放在桌子上 我真受不了你这一副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是没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了 我晓得最近呢 你的心情不是特别好 今天是大礼拜天的 咱们不吵架好不好 不吵架 我从来没想跟你吵架 你只要在咱们的 离婚协议上签个字 你找我吵 我也不会跟你吵 这个字呢 我是不会签的了 我知道这些年呢 我们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 那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还没到离婚那个程度 且不说 你私自挪用我钱的事 就说我妈再婚这个问题上 你抱持什么态度 这对我来讲就是原则问题 这是特殊情况 要特殊对待 你的特殊对待就是 事事处处跟我唱反调 怎么能说我是唱反调呢 你看看这个 这个事情呢 我是这么认为 她无论什么时候呢 她是你妈 你别说了 我绝对没劲 你让我把话说完 你不开口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林勇我想问你 你觉得咱们日子 过到现在这样 有意思吗 这过日子 谁家都一样 我就不是 咱们就不能这么过 谁啊 我呢 我必须承认啊 这些男的 我医院里的工作特别忙 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呢 没有以前多了 不过我发誓了 我一定改 我说林勇 别再自欺欺人了 一看到你这副 唯唯诺诺的样子 我就从心里头烦了 我对咱们现在的生活现状 已经很厌倦了 再说 咱们过去的那份情感 已经不存在了 再待在一起 就是互相折 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何必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从结婚到现在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我也很感激 你呢也很关心我疼我 你要真的想让我有幸福感的话 你就给我自由吧 我求你了 放了我 行吗 小玲 把这个送给江总 江总会吃吗 你别到时候她骂我 去吧 没事的 好的 给我来一个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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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方涛请您吃蛋糕 这是她买的还是做的 这是她亲手做的 好 就外面小点事啊 上班时间吃完了赶紧干活 吃完了还有啊 来 多安静点 江总说了 让大家吃完赶紧干活 好 小玲 来 这个是给你留的 谢谢 方涛 我刚才看见江总手里 拿了一份离婚协议 你说她是不是离婚了 小玲 做员工的 千万不要管领导家里的私事 明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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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没了 你又 你跟我说 妈一向对你怎么样 妈对我一向很好啊 你看妈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第一次啊 这小杨领我去您家的时候 我一进门 我就看到您那双眼睛 当时我就认定您是我妈 我属于这个家庭 怎么了妈 好吧 那我问你 你们两个会不会背着我 去办理离婚手续 妈 不会怎么会呢 我知道小杨的脾气 知道他的性格 他是一个不轻易放进自己决定的 而你呢 你这个百依百顺的人 不可能跟他合起来 你背着我去办理手续 瞒着我 妈 不 不会的 如果我们那么做的话 就会伤您的心啊 那好啊 那我就不问了 但愿你这个老实巴交的人 不会欺骗我 不问了 真的想吃 好 那我就走了 我想啊 在路上买点肉馅 买点皮 来 我包好了以后 你们回来吃饭 吃饺子 哎呀妈我就不回去了 为什么要 小杨一直是喜欢吃我包的饺子 也不是不知道 回来吧 啊 他又回去他回吧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你刚才说什么 妈那个 我是说我下班以后还要加班 他想回去 他自己回了 撒谎 饺子呢 我这百吃无腻的饺子 妈 我一听说有饺子 我提前十分钟 下班了 怎么 怎么了 我到林勇那儿去了 他叫您去的 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什么都说了 妈 帮您那胡说八道 我跟他没离婚呢 就差一点了吧 你居然敢 背弃咱俩的协议 妈 我是昨天晚上 被他给气糊涂了 我们没离婚 咱们俩的协议 依然有效 你跟我说点真心话 你到底是想跟他真理 还是假理 我不理了行吗 妈 您看看您这脸色 我害怕死了 吓坏了吓坏了 坚决不理了 跟他这么凑合过 行了吧 就算我信你吧 都快饿死我了 妈 您不能让我就吃这个吧 好了 饺子我就包好了 你出去吧 来了 来了 来 文艳 吃饭了吗 明天 咱们就上民政局登记 文艳啊 这两天哪 我一直想着我们的事 我知道了 这两天你没见到我 你着急了 你看我这不就来了吗 等明天咱们办完手续 咱们就天天见那边了 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条件不够成熟 结婚这事啊 咱们缓缓再说行吧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不想跟我结婚了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想把我甩了 你先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虚情假意的 不不不不 你别误会 你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说不想跟你结婚 我是说 暂时先不结婚 这才几天没见面呢 你就变了心了 哦 莫非你又有相好的了吧 你看你看 你静下猜我是那种人吗 方建国 我告诉你 咱们俩可是照了结婚照的人 我告诉你 我那些姐妹们都知道咱们俩的事了 你要是不跟我结婚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毁婚 你就是诈骗 你诈骗我 纯洁无瑕的感情 你诈骗我这个老太太的心 真是 我啊 一没毁婚 二呢更不敢诈骗 我能找到你 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能把你取了 那我 我做梦都得笑醒了 我 我还敢悔婚 你看啊 我这把子岁数的文了 一把老骨头 要钱没钱 要模样 要模样只能说错误 跟那些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的比起来啊 那还是差一些 你说我哪有资本 哪有精力 在人生这么大的问题上瞎折腾 我 我 我也没这胆啊 那你干嘛刚才说 缓缓呢 我只是觉得吧 咱们这事吧 有点仓促 对了 那你的孩子们都同意了吗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做主 我 孩子们是孝顺的孩子 他们都同意了 非常时期 咱们一切从前 那就知道吗 那就好